国内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节节上升 尽管口罩能起一定的防护作用 但是民众面对的问题是 从1月下旬第一波疫情爆发以来 口罩供应量就严重不足 本台记者今天再度走访雪隆地区的西药行 业者表示厂商需要供应给政府单位和不同的商家 因此西药行能够取得的口罩数量相当有限 在大部分民众都买不到口罩的时刻 吉隆坡市区的一处后巷 就出现了当街摆卖口罩的小贩 他们售卖的口罩价格远远高出 国内贸销部制定的底价 但是生意依据火红 来看报道 本台记者今天上午在雪隆一带 了解西药行的口罩供应量时 发现吉隆坡市区的一处后巷 有民众摆卖口罩 不过他们并不是光明正大摆摊 而是在街道上徘徊 主动上前询问记者是不是要找口罩 记者于是跟随小贩的脚步来到后巷挑选口罩 这些摊贩售卖的口罩价格相当高 根据贸销部制定的顶价 一片三层式口罩售价是80仙 摊贩以2令吉50仙出售 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二话不说 买下了这些高价口罩 至于一盒50片包装口罩 价格则是100令吉 这些高价格的相当高价格 我看见有很多 这些高价格的 我购买多少 如果我购买多少 这100元 100元 当中有多少 50片 50片 100元 我购买80 我购买20 第一波新冠肺炎疫情在农历新年前后爆发 当时许多民众开始抢购口罩 目前国内爆发第二波疫情 民众依旧是买不到口罩 许多受访的民众表示 他们早前买下的口罩已经是所剩无几 唯有选择在必要时才使用口罩 买的话只可以先五片 五片罢了 所以就觉得很不方便吧 对很多人 然后这样你现在目前存货量多了吗 就是你之前使用还是这样 一盒罢了 一盒罢了 然后就也没有两次省用吧 出来多人的地方就用 口罩现在全面都断货好的 那可以买到 因为我去那些厨师7-Eleven 都是买不到好的 所以我现在心情有点紧张 因为在这种 这样剧烈critical的那种情况下 我都没有带到一个security这样 所以我现在出门 我都很担心 而且我们身为前线 就是我们每天都有 跟人接触那种 我就会觉得很危险 市面上口罩短缺 而网络上依旧有店家售卖口罩 但是一般的民众表示 不会考虑网购 因为一照难求 一些民众开始选用 能够重复使用的布口罩 记者今天也走访了 吉隆坡一带的西药行 了解口罩供应情况 有业者表示 他们有要求厂商多增加供应量 但是厂商表示 产量无法应付需求 因为供应量不足 西药行购买口罩的成本 也有所提高 但他们表示 会按照贸销部制定的顶价 售卖口罩 比起初的贵一些了 蛮大下 现在都几乎卖到政府规定的价格 也是会给政府规定的价格 一片我们会卖到一片八毛 对 就是跟政府规定价格 大概10到15分钟吧 在疫情蔓延时 口罩能起着一定的防护作用 但是勤洗手减少到人多的地方 也能够降低感染病毒的风险 NDP7实习记者 陈兴棋和雨昕采访报道 致兴棋和雨昕采访报道